在波兰表示希望北约部署核子武器之后 白俄罗斯则直接的在25号 由他的总统卢卡申科在人民议会上发表讲话 白俄罗斯已经部署俄罗斯的几十件先进的战术核武器 什么叫战术核武器呢 就是比较小型的核武器 它的伤害跟毁灭性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核子武器那么大 但是还是很可怕的战术核武器 很可怕的武器 那若白俄领土遭到袭击 白俄与俄罗斯将对侵略者立即作出回应 并且重申波兰若部署美国的核子武器的话 将成为合法打击的目标 所以我们人类又再次非常靠近核展边缘